我是红娘小姐姐 张玉广67岁 月收入6000元 离异租房住 这是咱们租的房子呀 我租的 我这个刚租三个多月 我有房子 我那房子在康明街 我到深圳打动的时候 我就把那房子租进去了 那那个一个月能租多少钱呢 那一个月租3000块钱 那你租这个房子 一月多少钱呢 给人租金 我租这房子900 那你这来来回回 这房子钱 你还能剩2000亿呢 是吧 原来下岗后的张大哥 曾去南方的厂子 当过六年的保安 三年前才回到长春 再加上自己的房子 地处商业繁华地段 还是一楼 比较吵 不适合居住 所以从南方回来后 张大哥一直在租房子 虽然是租房 但加上自己房租的租金 这里外里 每月还剩2100元 除此之外 张大哥每月 还有3900元的退休金 我当兵海军 在大连那个旅顺 旅顺口 当五年 然后回到地方 就直接到省外贸工作 我到省外贸开车 现在就退休了 你现在退休金多少 退休金3900 3900 加上你这个房租金 2000亿 一个月6000块钱呢 收入 我余要6000多 年轻时的张大哥 有着五年当海军的经历 如果不是张大哥自己说呀 从张大哥的说话跟气质上 咱红娘还真有点看不出来 我觉得大哥这个性格 跟你当兵的怎么有点反差呢 一般当兵都是咔咔咔 雷厉风情的那种 大哥我觉得大哥说话慢生拉有点 不是 我这个孙儿说到 人家当兵的都叠豆腐块 你为啥你那个背货 就往那一扑啊 我这省事啊 我这到晚上我都一转 我就转背货了 早起来我这么一叠 你这个真省事 张大哥说 自己生活得很简单 也很单纯 就是个实在人 没啥说到 就因为自己的实在没说到啊 年轻时被家里包办了婚姻 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呢 我妹回来还差半年复远 我嫂和他妈就给我订下来 订了之后 他这个姑娘嘛 他也是有药的 所以说那个 在娇生怪养上啊 在那个性格上就不一样 他跟着人又不正常 他不同的人呢 我不开车嘛 有时候回来晚了早了 他也不做饭 他也不会做饭 饿了 吃完饭了 他这晚吃完饭了 他不说 明天 明天再吃的时候呢 他再生 到第二天早上 有时候夏天呢 那苍蝇就爬了 因为家里给做好了安排 即使不喜欢 张大哥也没反抗 尽管婚后生活中 妻子啥也不会干 张大哥呀 也努力的去包容妻子 可妻子的做法呀 却更加的变本加厉 后来我才知道 他有个厂长 厂长有时候到我家来 我一看厂长有时候就在家躺 带着我穿衣服 到中午的时候我和我媳妇在厨房给他做饭 我说 他躺床 大家睡觉 自己跑长途回来 发现妻子在自己家给别的男人做饭 这张大哥呀 也没多想 直到后来发现妻子背叛了自己 俩儿啊 就离了婚 那时候怕留在长春会想起这些伤感的往事 所以张大哥就选择了南下打工 先如今的张大哥已经慢慢的从往事中走了出来 老哥一个在长春 自己啊 也琢磨了点爱好 现在没事 我上老头公园 去活动去 咋活动呢 慢慢游拥羊儿的 我本人还给他打喘 你会打喘啊 打狗 打喘 是不是这么扭 是 关键是没有道具限制了我的发挥 挺好 你扭的对 敲锣打喘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可没往对象那方面想 自己找啊 怕他上当受骗了 所以啊 就想通过原来不完 给他寻觅段良缘 开朗的 心情善良的 要双宝的 要是他没有双宝 他要人要是 是正经过日子啥的 他本人穷点啥的 这都没事 你要是遇到喜欢的人 你能主动露壳 大哥 我就怕你这慢声拉一会儿的 你就是在 不知声 要是能闹闹 那就正常闹吧 我总感觉跟你说话 你像没睡醒 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真没啥睡好 每天几个睡好 这自打红娘跟张大哥开始聊天 总觉得张大哥说话有点慢 有点没精神头 张大哥说啊 一方面是因为年纪大了 思维有点慢了 再一方面啊 是真有点紧张 一宿没睡着觉啊 就在红娘要起身给张大哥寻觅良缘时 这张大哥突然从兜里掏出来一打钱 是把红娘给惊到了 红娘来了 你拿钱打呀 我的意思啊 打呀 哎呀哎呀 对对对 不行 不行 别喊已经 别喊 不行 不行 不不不不不啥 不行 不行 你这是要熟悔呀 大哥 不是不是 红娘来了 不是不是 咱们学这个说道 不是不是 红娘来了吧 咱们就说啥呢 以前的红娘 你来了咱就 你起码就礼貌 就是你不得拿点乳离物 你这个都已经是我们的礼物了 又给我们准备香蕉 又给我们准备草莓 这已经是礼物了 大哥 就是 要我的心就过一过去 你们这边红娘又跑到 又排到又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哥 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中老年人 所以我们做这个职业 包括我跟我的小伙伴们 就特别喜欢跟你们打交道 喜欢跟你们接触 也特别希望能为你们解决这个晚年的孤单问题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拿的话我们不给你介绍了 那你拿就不给你介绍了 你就收着 然后那个 我好好给你介绍 等你要介绍成功了 这些钱你留着跟你老伙伴 原来张大哥看节目啊 发现总有给红娘做饭的 拿东西的 张大哥说啊 自己做饭手艺一般 也没啥给红娘拿的 就拿钱最实惠 所以啊就有了这一幕 这边老实本分的张大哥 感情上遭遇了前妻的背叛 那边家住长春的李大姐 也同样遭遇被前夫背叛的困扰 进门就给我们做饭 这是这是 这是鸡翅 鸡翅 这个是尖椒炒肉 这边呢 这是鱼先做出来 门门还给我们做鱼了 还有一个蒜苔 大姐这厨艺不错呀 这个事不是怎么好 李小华57岁 李懿住房面积100多平米 退休金1500元 谁找了你说的老乡 也不一定 假的呢 那天早上还有我跑的呢 是不是 跑的你指的是你的前夫 对 这一进李大姐家门啊 好吃的饭菜就给红娘准备上了 都说要拴住男人的心 就先拴住男人的胃呀 李大姐说 即使自己的做饭手艺再好 也没拴住丈夫的心呢 我们家在那个 路园那边不有地方吗 我们以前在地方住的 都认识邻居 我不打麻将 那个我家孩子爸打麻将 同天打麻将 他们打麻将局的 那个女的也在麻将局的 他们打麻将局认识 我爸也劝他 就把年纪了 你要是能翻篇 咱们就好好过吧 毕竟半辈子了 是不是 大半辈子了都是 但他做不了啊 做不了那为啥 那你就去吧 李大姐说啊 自己做梦也没想到 结婚32年了 两个姑娘都成家立业了 自己的丈夫 竟然跟女邻居走到了一起 基本上就是干一辈子 就没闲着 你是从哪个单位推家 就是那个 私心 在那儿在那个办公室 做管理 我以前嘛 就两点一线 单位 单位到家 那家里边 辅导孩子学习呀 还有家务啥的 有的时候就是问自己 为啥 我也找不着理由 其实现在想想 想那么多有啥用 好好活现在也得了 你都关于钱的事了 回想起之前 自己两点一线 照顾家庭跟孩子的事 再想起 因为打麻将出轨的前夫 李大姐说 虽有不甘 但事已至此 也不想再为难自己了 想要忘掉过去 开开心心的生活 删这不甘 这个是大客厅 这大客厅的多少平衣 这个我还真 那两个 我还真不知道 它有多一平 我看 大姐你家这个家具啥的 都挺讲的 这都是红实木的 这一套有多少钱 这一套七万多 那么贵 这茶几 这茶几也贵 这茶几多少钱吗 这茶几 那我这也是实木的 对呗 嗯 这有多少钱呢 最好一万多 李大姐说 之前除了本职工作外 他们家里还做点钢材买卖 所以那时候的家里条件 还是挺富足的 家里的装修啥的 也就都挺讲究 用实木的了 李大姐还说了 那时候自己在穿着方面 也是很讲究的 这东西 多便宜 都多少钱呢 我看看 介绍介绍 这个衣服七千多 这个衣服 你拿出来我看看 七千多 我的天哪 我在平生第一次见到七千多的衣服 这个是三千多的 这个都买好几年了 忙活的东西穿一回 然后这三千多 然后这个呢 这个 这个也三千多 这是皮的 这是皮的 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被伤了一次 所以李大姐在找老伴最看重的一点 就是正经人本身过日子 而张大哥呢正是这样的人 再加上张大哥也曾经历过背叛的痛苦 那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 会不会是彼此的那个对的人呢 刚一见面张大哥倒是觉得这李大姐还不错 李大姐觉得这张大哥个头跟形象方面都差了点 但李大姐也表示了可以再了解了解 你现在你是一个姑娘啊 俩姑娘 俩姑娘 俩姑娘都结婚了 喝点喝喝水 好 那你今天有五十多 五十七 我手头的 大哥说啥的 我说蛇的 你骂呀 老花有一句话叫啥 蛇盘兔越过越富 我爸和我妈来就蛇盘兔 是吗 过得咱好不好 挺好的 你看 蛇盘兔倍倍富 我当兵的不论这话 不谈论这些东西 大姐你喜欢当兵了吗 我挺喜欢当兵的 我挺喜欢当兵的 喜欢啥用 那我是过去 现在也不当兵的 这俩人一开始聊天啊 就能看出来 这张大哥 不咋会聊天的实在劲了 一度让现场有些尴尬呀 随后张大哥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点 于是尝试着主动提起了两个人 都曾经受伤过的那段感情 他咋爱了呀 可能就是就这么大个缘分 哎啥都别说了 就这么大个缘分 再一个来讲 嗯 再一个来讲 现在是社会而已 那还是大哥 还是你说的对 就是管用性 我们男人出归 女人也出归 大哥那个前妻也是出归 这跟他想要处理过去 这说几话呢 我发现他俩这 实际上我没想过这些 他常常也放不下去 就胳膊是这个 我还对他和好了 大姐挺困难啊 嗯 很轻啊 啊 有点儿挺困了你感觉 啊 不想听 太慢了 哎呦 我即兴了 岁数大了都这样 其实让人说话 能那么掌控 我讲话 我就 基本就这样 慢慢就说 我就 讲话的基本就是这样 因为岁数有关系 他肯定心里就嫌我个人 嗯 嗯 他再来讲 他就嫌我 岁数比他大 张大哥自己分析到 李大姐嫌他说话慢是一方面 主要得是因为他个小个年岁大 于是啊就主动问起来李大姐 对自己的意见 有没有那个想法 就是我个矮点 这个岁数比我挺大 其实大哥人真不错 真挺好 是 你一直说 但是我给我自己吧 定力规划就是 是 不能超过五岁六岁 是 最大不能超过六岁 他有点在意的事吧 我就不能强的就标音的 或者啥的 非得说 听 非得 给人家 念我啥的 你完了之后 人家心里本来就想起来 是不是大 啊 人家真不好意思说 人家 你说 是不是 不好给人家压力 啊 咱就都 通话就说了 就完了 这张大哥是个实在人啊 看出了李大姐对自己的不喜欢了 怕李大姐不好意思拒绝自己 再有啥思想包袱 于是自己就主动把话说开了 随后啊两个人也留了联系方式 张大哥跟李大姐见面之后啊 自己也总结了 他觉得自己说话慢 个儿不高 年龄有点大 这三点呢 都是自己的硬伤 也不怪人家大姐没相忠 所以呢 张大哥希望 接下来再介绍啊 最好能不介意这三点的 这不按照张大哥的想法 咱们红娘联系上了上阶段上过咱们节目的 家住长春爱好文艺的王亚荣 王大姐 大雨天的烟麻烦你嘛 你说多不好意思啊 哎呀 能找到幸福我们就开心了 我都没有信心了 你得自己有自信啊大姐 咱啥也不差 不是不差别的 就是这个 这孩子负担太重了 没想到什么 人家自己都愿意过那个二十年 一般都愿意过二十年 王亚荣六十岁 退休金三千一百元 跟小孙子同住 丧偶 住房面积五十平米 在去张大哥家的路上 王大姐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怕自己照顾小孙子这事啊 对方会介意 不过事情有千万种可能嘛 还得看俩人见面后啥呀 我听听过来走的话 我的小孙子总走这条马路上 是吗 就去儿子家总走这条马路上 一会看看这大哥你认不认识 看看吧 啊 哎呀 大哥 你哪知道我们要来呢 啊 啊 我这个我就直面说得点了 走走走 先我静会 咱往里走 完了静会都家了 我再给你俩介绍 啊 太巧了 我先到我带大姐 我想去敲个门 完了 我刚刚就去接我们 嗯 大哥这个叫王雅荣 王大姐 然后这个是张玉广 张大哥 嗯 张大哥您好 嗯 大姐家儿子啊 就在这附近 现在那个财神 啊在财神 财神西门呢 啊 那我知道 财神西门 他们基本买菜早时都上那头去 你去上那买菜吗 去 财神 嗯 原来王大姐的儿子家就在张大哥家附近住 王大姐总往这边来 看来啊 这俩人冥冥中是有点缘分呢 我现在反正就是这一个人 我是那啥 离婚的 嗯 两千年里的 嗯 孩子呢 孩子 孩子有一个孩子 嗯 跟他妈去了上北京的 同代北京的 男孩女孩 男孩 我们是省外貌退休的 现在工作就是三千九吧 我有有房子 我那房子康律间呢 那叫我租着 一个儿子 一个孙子 我那是华美退休的 嗯 青少队华美退休 青少队 有一个开三千二吧 挺好的 嗯 他那挺老实 挺实诚的 其实他初步这个演员 我一看 我就 我就不只 他长这个像嘛 因为有的喜欢这样泡湖的 嗯 但我这个 这个 就抽个演员 不行 咱们再观察过来 再瞅瞅 多瞅瞅第二眼了 王大姐对张大哥的印象不错 但张大哥这头呢 觉得王大姐的第一演员差点 不过大哥也表示了 也许再多看几眼就瞬眼了 凡事是我的这个负担挺重 我觉得有啥说啥对不对 你说是的 我有个负担挺重 因为儿子有病 不能上班 所以说 我们就得负担孙子 嗯 儿子什么病啊 嗯 别在这里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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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那没事 没事那没事 那这孙子那就是说 还能照过多少年吧 我那天是 大一大自己能坐车来回走了 可能他还就是就不乱了 你要是上这儿住了好比说 那孙子也得带着 我也是我也是在这住 孙子就可以回家住了 嗯 这还进去 只是照顾也不用大姐贴物啥碗的 嗯 嗯 是 我那公职也够可能 嗯 是 我也考虑这个事 于是我一直没下决心 迈出这一步 我也是零七年去世的 我是丧了 嗯 所以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原因 也就在这一块 就觉得 别扑了人家啊 给你找麻烦 这一方面 现在我们这大岁数要找了 真是 应该找一个就是 两人世界哈 对于王大姐 现在还要照顾小孙子这事啊 张大哥稍微有点顾虑了 因为张大哥还想过二人世界 不过张大哥也表示了 再继续跟王大姐了解了解 看看兴趣爱好方面 能否聊得来 这个那个 那个退休后没啥事嘛 然后那个 就是为了做这个脑子 和手臂 然后就是扭秧个那个 揣揣揣揣 你会扭秧个吗 他姐会 你会扭秧个啊 我还秧个在单位摆大秧个 还打头 哎呀 打头的呢 你要扭秧个要是打头的话 那就是扭的真不错了 说 嗯 就是如果他都知道 他都扭过秧个 都打过头 那他都能扭 都能扭 如果他扭秧了 就能扭了 我那时候 我们他在办处 办处年年真实 他专门是打爪打鼓 慢呀 他这玩意也会打 哎呀 你这大哥正好也会 来 我给你放个阳哥群 你会合作合作 来 其实不是啊 哎呀 哎呀 带劲啊 一个会扭秧个 一个会敲锣打爪 这个爱好啊 俩人还是挺合拍的 然而接下来 王大姐问出的第二个爱好啊 两个人又很一致 会不会游泳 游泳那当然不会嘛 我海军 我海当军海军 我也游泳 中学以前的游泳 就来回 反正来回趟 那就没问题 心情爱好也挺好的 她 她 我的 她也乐意 唱乐意跳的 我看她也挺活跃的 尤其游泳 这一点我是最满意 因为这样的话 我俩就能一起去游泳 性格行 挺好的 人是本分人 一瞅一本分人 也挺善良的 然后爱好跟你还都匹配 爱好都匹配 大一个她当兵我也挺喜欢 其实我年轻的理想当中 就是想找一个军人 我自己想当军人 就想当个文艺兵 或者是护士 可是我自己的理想那时候 碰灭了以后 我就发誓 说等我找的像是 我就找一个当兵的 完了当兵的也没找到 通过这一小段时间的接触啊 这王大姐对张大哥的印象 是越来越好啊 张大哥这童呢 也觉得王大姐笑呵呵的 越来越有好感了 于是就提议啊 邀请王大姐下个饭店 再继续唠唠 这四号街的附近 也没有太好关系 是像咱老院的嘛 这家看边啊 这家瞅着挺大啊 瞅着挺大啊 你赶紧好点 咱上这家看看 先先先 院吃啥 从家客车大多菜为主 大多菜 这家那有那个 就是那个 风景风景的一脚 啊 呃 你点击一个 这个牛爹 这这个红鱼肉也做 那 就是你们点上那个 那 呵呵呵 哈哈 大姐好痒 我看这个虾 我看这个虾 沒有 行钱也不会有提醒 行啊 虾小点 这不会啊 爹长大小啊 还是那个水楼 就这么说 鱼得有 鱼得必须得有 为啥呢 咱们这些人到一起来 他得夫妇有余以后 都得夫妇有余 你看那人也挺长的 你看点菜也能看出来 你点菜什么来观察了 那你看 我点的他想我不好呢 要点的好一点 通过点菜这事啊 让王大姐对张大哥的好感度 又升了一大节 这说着落着啊 这点的鱼就上桌了 这么好镇定啊 舅妈她就来了 给她送鱼了 还可以这样的呀 我会有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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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月一放 有点像参加你俩大西亚的 对 但也大哥今年就是这个好爽 好爽 这都是 我不说了吗 她是讲义气的人 不是这正常 她是讲义气的人 她是宁愿自己吃亏 不得让人比而吃亏的主 你这说这 真对 一点都一分一毫都没差 她就这个性格 就跟我爱的性格一模一样 随着接触的深入啊 这王大姐越来越觉得张大哥跟自己去世的丈夫性格很像了 也越来越认可张大哥了 随着点的菜全部都上桌了 红娘就开始张罗着 动块吃饭了 可还没等动块呢 这实在的张大哥呀 就主动开始表态了 她在家这个事儿 说没问你 我能理解 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谁都不想找我负担 你要是